好,开始录这个教学内容 那首先呢,我们要创建一个Biped 那我先把视窗开大 那这个颜色呢,我已经用这个 里面去选到了Lite M Lite这个,这一个已经选到了 那我们没有要再设定,就选到了 那这边呢,是创建的面板 那我们这边呢,要选到System 这里呢,就可以找到Biped 那以往我的习惯会是在ROM视窗去创建 那其实后来发现这个习惯并没有很正确 就是这个习惯其实没有什么好处 那反而是在这里创建会比较好 那当然呢,我们看得到ROM在这个角度 这样子,它应该是怎么创建都是面向ROM 所以说这个应该是没有差 那那个,我们这边来跳出 跳出创建 接下来呢,我们进到Motion面板 进到Motion面板的时候,没有东西 我们必须要选到Biped的股价 它才会有Motion面板的内容 让我们把它拉快一点 这样可以看到比较多的东西 好,现在看不到很多没有关系 来,那这个Biped的股价呢 我换一下背景 这样在录影的时候会比较 比较方便一点 因为后面的渐程会产生一些条纹 那那个,这边呢 我们把这个,它进到Fedure Mode 为什么,因为Biped的股价它会有两个状态 在一开始的状态呢,是用来Key动作的 那它用来记录Key这些 但是你要改变股价的内容啊,那就是必须进到Fedure Mode 好,那还有你要去定义它其实状态的位置啊 这些都是要进入Fedure Mode去调整 好,我们进到Fedure Mode 那进到Fedure Mode以后呢 我们首先要让它的位置能够在画面中间 那我们到Fram来看一下 有没有,现在我们创建的有点Y 那Biped的位置移动呢,是要靠这一颗 这一颗 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一颗的X轴座标归零 Y轴座标也归零 好,那Z轴不用归零 为什么,因为Z轴的话 你本来就应该要站在地面上 你如果是Z轴归零的话 它就会掉到地面下了 所以说我们 看一下,这样就不行了 所以说我们让它保持这个状态 好,大致上是这个样子 好,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先改变Biped骨架的外观 因为这个骨架啊 它脊椎每一节都长得一样 那我们会看不出来哪一节 应该要负责身体的哪一部分 那我们可以打开Stretch这里 这边呢,有一个Body Type 我们可以把它选成Female 这样子呢,就会看得出来它的身形 那接下来呢,手指五根 然后三节 然后脚趾一根一节 好,这样子 好,那脚趾为什么一根一节 就是我们只是要用来一起控制脚趾的动作 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每一只脚趾都能够有一个骨架 因为我们没有做那么细的动作 好,来,这边我们把它加宽一点 大概这样子 好,比较能够看得出来 这是我们脚趾的动作 好 OK,大小这样差不多了 那我们再用Copy,Cast 可以同时去改变到 不是,把目前改变到的 复制到另外一边 来Create Creation 这等于是一个开心答案 创建一个文件的意思 那我们这个文件里头要写什么内容 先Copy它的pose Copy 然后呢,我们要做什么呢 要贴到另外一边 那这就做Past,Pojo,Upside 这样子 应该是可以理解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延续的上一次 已经Key的动作继续Key 但是我们不要用原本的档案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之后会学到怎么样 把两个动作组合在一起 好,首先呢 我们选到头 不是,我们先不要选到头 我们先选到这一颗 好,虽然说我们接下来 可能没有马上要Key这一颗的动作 但是还是要让大家习惯 要先从这一颗开始Key 但是在Key动作之前 你们发现这边没有可以Key动作的工具 那其实你按AutoKey 它也没有办法去Key这些动作 那我们必须跳出Fizure Mode 然后呢,打开Key Inboard 那目前呢 这边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 这边点点没有红色 为什么 因为它必须要按下去这个按钮 它才可以Key 这个是只有这一颗 必须要从这里开始Key 那Key的第一个 水平移动是红色的 再来呢 是垂直移动 Key一下 好,看一下 是黄色的 好,再来旋转呢 再Key一下 好,它是绿色的 当然就是黄绿红 它就是 这三个颜色的Key 是针对这一颗的 那其他部分的Key呢 是深灰色的 其他部分的骨架的Key都是深灰色的 好,你看 全部选到其他的骨架以后 我们选骨架就是这样 你从最上面那一节可以选到全部 它是这样子的 我们点两下 好,我们把全部给它一个深灰色的Key 好,那我扛这个一下 好,先托它给大家看一下 是深灰色的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到第十五个 好,先到第三十个好了 好,跟上课的时候进行的方式 用相同的方式来做 好,我们先把头部做一个Key 好,我们之前一堂课的时候呢 做了头部左右看 那我们这次让它左右外 这样子 那,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第一格的Key 之后就可以用AutoKey 它会自动去计算那个 它们之间的变化 就是在白配的骨架里头 就是必须要有第一格的Key 好,来,我们这边 它已经产生了一个Key在这里 那,我们用三十格的时间 歪过来头 那我们再用六十格的时间 歪到另外一边 那我们这边呢 我们可以Copy这个姿势 好,我们也创建一个文件 然后呢,Copy姿势 然后呢,贴到对面 好,这样子呢 它就会变成是左右反过来 好,这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格子数量不够 对不对 好,大家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播放的速度 来,播放 好,那如果说这个速度 对我们来说是太慢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Key的速度加快一点 那加快我们只能一个一个挪吗 其实不是 我们可以用这个功能 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放起来 对,这边我已经有显示出来 如果你没有显示出这条黑色的 黑色的线的话 那我们在这里 Copy姿势 这边有一条 Show Seration Range 那如果取消掉呢,就没有了 那如果说我把它点了 它就显示出来了 好,那它底下现在有一个双向箭头 那挪到这里的时候变单向箭头 我们必须在单向箭头的时候 挪它才能够说放它的比例 好,这边我们把它挪到45 有点难 这边 好,我们看一下是不是45 好,可以啊 就是目测还蛮准的啦 当然我们如果就是 后面能够刚好是一个整数的倍数 来去 就是刚好到 后面是一个0的 这样子的一个整数 就是会比较好计算 只是现在就先让大家知道 有这样子的功能 好,来,这样子我们速度就会变快一点点了 来,拨放一下 好,变快了一点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第60格的时候 让它头恢复到原本的pose 那恢复到原本的pose很简单 我们可以用前面的这一格的key 把它直接复制过来 好,这样子 它就恢复了 好,就这样 好,这样子 OK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颈部的动作 因为我们只检查 头的左右歪是不够的 我们来看颈部的左右歪 好,那我们现在的key的格子不够了 好,我们可以把它增加一点 我们增加到200 好,OK 好,增加到200以后呢 好,这样子,我们就继续key 好,那我们到75格的地方 75格 75格的地方呢 我们用颈部 好,我再转一下 好,这样子 那我们再到多少呢 再加30 105格 好,那我们 那它反向另外一边 好,那我们一样 后面贴到另外一边 好,这样子 好,那它就可以 好,那这个应该是一个误导动作嘛 那需要有点练过才有办法 来,120格 120格 那我们就复制前面第60格的key 好,过来 好,这样它就回来了 好,这样子 好,那再来呢 我们来做什么 我们再来做 让它绕一圈 好,我们这边先是往前好了 往前 就是135格 好,那这边呢 我们让它从脖子往前 好,然后呢 好 那我们到多少呢 嗯,再加30哦 165格 好,我们让它脖子往后 好 好 好 那,我们是顺时增长 还密时增长 其实我觉得这都可以啦 大家喜欢就好了 那,165-15 那是150嘛 这样哦 在刚好在中间位置 我想要让它歪这边哦 那当然我们直接再key一个是可以的哦 那如果懒了再key一个 我们其实可以怎么做呢 好,我们这样子哦 来,看到 好 1505格 那我们直接把这个key复制到这里 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说 我们操作起来觉得说 啊,这个 格子很细哦 看得不是很准 想要看到数字的 再把它调到这个动作哦 那,怎么办哦 嗯,但 怕拖拉拖拉不准 也是一个可能 好,反正总之 我有一个另外一个做法哦 好,那我们先copy 这样子呢 其实也是可以的哦 好,我们到150吧 这样子 好,这个是pass posture 那这个是贴到反的动作哦 这是 直接贴 直接贴是这个 那再来呢 我们再过15格哦 165再加15呢 是对吧 180哦 好,那我们呢 就把它贴一个相反的方向 好,这样子 那它就快要绕一圈了哦 那我们把120格的pose 好,我们看要copy起来呢 还是直接拖拉过来 好,都可以啊 那我们知道是120格是预备姿势嘛 所以我们到195格的时候 把120格的key直接复制拖拉过来 好,这样子 它就刚好转一圈咯 好,这样好 拖棒 好 好,OK 好,大致上这样子哦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进到腿部的摆动的部分咯 好,那腿部摆动 我们从195格开始要做了 好,我们后面如果说 说这个 还要再增加很多key 那可能这边我们看起来就更吃力了哦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直接去把这里的数值 好,这边从 好,我从 100开始 好,然后呢 那这里呢做到300 好,这样子的方式 好,我们就可以来key后面了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前面的 那大家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 我们可以用快捷键 好,Ctrl键加alt键 压着滚轮呢 就可以横的移动哦 在这边就可以横的移动 那如果我只想要移动这一边呢 那我是压滑鼠的左键 就是alt加Ctrl键 再加上滑鼠的左键 好,放过来 就是0 好,那如果我要移动右边呢 就是alt加Ctrl键 加滑鼠的右键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挪动右边哦 好,这样子哦 这样 好,那我目前还是想要 让它看起来大一点哦 那我先把它挪过来一点哦 195个嘛 那这边调整一下哦 好 好,那我们现在要做腿部的一开始动作 那腿部一开始的动作呢 我们现在在195这边哦 那我们要让它抬 在210的时候腿抬起来 不过我们要开始之前呢 在195我们先要把这个POSE先定住哦 Shakee 这样子呢 它才不会从第0格开始抬腿哦 好,那我们这样 好,到210格 好,那我们把腿抬起来 好,那这个脚板呢 会自动的往下压哦 那大家我们去评估一下这个压的触度了 好,如果说是压太夸张 像有点脱臼了 我们要把它稍微的修正一点点哦 稍微把它抬起来一点 好,这样会合理一点哦 合理一点点 好 好,我们在调动作的时候 应该是都还是要以Local座标为主吧 好,不过因为我们现在是正的方向 但是影响不是很大 好,我们用Local方向去看会比较准一点 好,那再来呢是到225格哦 好,225格哦 好,这样是腿的摆动速度应该还是蛮快的哦 好,我们试试看哦 这样摆过来了 好,215格哦 好,那这边呢,勾得太高了哦 我们把它拉下来一点 这样子好一点 那脚趾会不会往上翘呢 有的时候会 那但是不是很明显我们就不做了 那没关系就是 之后我们还有机会会做到这个部分哦 好,这样 好,那我们要回来定点哦 240格的时候 我们要回到定点的姿势 什么办哦 好,我们可以从195格复制过来 好,复制过来 好,回来了哦 好,那这边呢 大家会不会发现说 195格之前你的腿就在偷跑了哦 那这些什么现象哦 我们要在这个walk bench里头看 有没有,这里是我们的动作的曲线哦 那这边呢有一个弧度 那这弧度呢就是 它为了说让我们的动作看起来更流畅更平滑 所以说它会加一些缓冲的动作 那当你腿抬起来或很快速的放下来的时候晃动一下 那是很正常的 不过这个就不是我们要的哦 那所以说 它的助跑,助跑太明显了哦 那我们呢 在这个key的地方 好,游标放在这里的时候再按滑鼠右键 好,那你在这个地方按了没有用哦 好,你这样按,没有用 你要在这个key上面按才有用 好,把tang的值呢 好,调整 有没有,发现它是可以变化的 好,那我们把它开到最大咯 它最大就是50 好,把它关掉 好,这样看看呢 它是不是就没有偷跑 这样,它就不偷跑了 好,大致上是这样哦 好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做侧抬腿 做侧抬腿的地方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什么哦 好,我们侧45度 我们是要在255格的时候 抬起来侧面哦 255格抬侧面 那我们腿抬起来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哦 好,这样差不多了哦 那当然这边呢 脚板也要稍微的斜一点点哦 这样才不会这个扭到脚啦 大致上这样 好,大致上这个样子哦 好,那只是手穿插了哦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补上手的动作 那我先把它腿再放回来的pose哦 270嘛,对不对 好,我们把这个的key 复制过来 好,这样子哦 好,那它就回来了 好,回来了哦 好 啊,我知道为什么了 我目前的key呢 比课堂上示范的时候 少了15格 为什么哦 因为我腿来回摆的时间啦 好 往前摆 需要用到15格 往后摆 其实应该要用30格哦 好,那我把 现在的这些key 挪到240的位置 好,那我们把 其实整个腿的key 应该是都 只有一个啦 好,就是整块腿呢 在bypad里面呢 它会用pose 整个记录的方式哦 它把你每个骨头的key都锁住了 都一起key下去 所以说其实 直选脚也是OK的 不过安全起见 我们就是整段都选起来 好,那我们把它挪到240 好,在底下呢 是,这双向线头 就是可以一起挪的意思 好,这样 好,那我们看看 现在是什么状态哦 OK,回来 好,到这里哦 好,这样就合理了 285格 好,那我们270格的时候呢 是腿抬起来 腿抬起来的时候 发生了手的串面 所以我们在255格的时候 我们先给整个手臂 一个key 好,然后呢 再来呢 我们到270格的时候 手臂要抬起来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只选这一节就好 好,只选这一节哦 那我们旋转 把手臂抬起来 好,手臂抬起来 好,这样子就不会串面哦 好,再来呢 啊,既然做了这样的动作 那干脆就让它跳芭蕾了 那就是我们到 另外,我们另外一边的手 会有一个配合的动作 好,那这边呢 我们要key之前 还是要到255格的地方 好,先把整个手臂下一个key 好,这样子 好,那再来呢 我们到270格的地方 好,那把手臂抬起来 抬起来 好,稍微转进来一点点哦 好,旋转一下 好,那我们呢 把手掌 好,说进来一点 好,然后往前一点点哦 这样子 然后,那我们可以稍微旋转一下它 让它看起来是一个 比较放松一点的姿势 好,这样子 好,这样子 这样子,这样子 它抬腿的时候 自然的手跟 这样子手摆起来 好,这是比较像芭蕾的动作 好,那这样子 好,那我们要 回到这个pose哦 好,就是我们285格的地方 好,就是我们的整个手臂 把它的key复制过来 好,那另外一只手也是哦 好,把他的key复制过来 好,这样子呢 就回到了预备姿势了 那我们目前呢 做到285格 好,那实际上 我们需要输出影片的话 就输出到300格就很够了 所以,我们这边 时间再挪动到剩300格 好,大家就可以用刚才学起来的快捷键 好 挪挪挪挪挪你挪过来 好,刚刚好 0到300版 这样子 OK,好,那我们不做动作了 就挂掉auto-key 避免我们去修改道 接下来我们显示安全框 在perspective这里 点下去 show safe frames 那快捷键是shift加f 那大家选择自己要不要记 那我们调整一下画面的位置 让它看起来是没有出框的 发现了什么事情 我们的手臂会偷跑 手臂会偷跑 我们的手臂也是修一下 那手臂的部分 我也是打开walkbench 看一下 可能我选到的骨架比较多 所以就不明显 那我选一节看看 之前这一节看就明显很多了 这边呢 它偷跑的动作在这里 所以我们把这一个 摆成50 它就变直了 这样子呢 右手就不偷跑了 不过左手可能还在偷跑 所以左手呢 我没选到 好 来 开walkbench 好 这边呢 也是给它 好 有没有 它就直了 好 这样就都不会偷跑了 好 那这样子大致上ok了 好 那我们重要的还是要看一下preview 好 那这样子的画面确定好了 我们就可以先做存档 好 做存档 好 那我把它放到我这次档案要储存的位置 就是找到我自己的资料夹 然后呢 找到资料夹之后 命名 就随意的命名 就用今天的日期做命名 好 存档 好 那另外呢 我要存一个什么档呢 就是这个动作的档案 好 这边呢 是动作的档案 刚才是max档存档 我们来存动作的档案 好 ok 好 这边有一个我另外一个的档案的位置 好 我把它放到今天的位置 好 好 那就是这边按下存档 好 这样 好 那我们可以在资料夹里头会看到这些档案 好 好 在资料夹里面呢 我们就会看到 就是刚才存的vip.max档 好 这是大家可能之前如果没有存过 就没有看过这个档案 好 那这边角角是白色的 这边角角是黑色的 然后这边写的是vip 这边写的是max 不一样的档案 好 那接下来呢 好 我们要输出影片了 好 那我们在tools里面 找到 preview grabberviewport create preview animation 这一个 好 那我们这边呢 预设选项大致上没有什么问题 显示几何物件 显示particle system bone object particle system 我们今天没有创建 所以说其实不用看 没有关系 但是 反正它勾着就是勾着吧 就随便了 然后呢 这边是custom range 如果我们底下显示的影格呢 跟你实际上想要输出的不一样 你可以在这边勾custom range 自己来设定 好 那我们目前就是零到三百 没有问题 所以说是active time segment 就是所有显示的时间 你都要输出 好 再来呢 这边的是播放速率 就是一秒几个 一秒三十个 很正常 这是我们平常就是这样做的 好 那再来呢 是percent of output 就是目前的尺寸呢 是320x240 这是50%的状态 那如果我们是百分之百呢 会是多少 那一样的问题 就是 可能因为我说放操作画面的关系 为了录影的关系 我把画面拉到的是 1280x720的尺寸 所以说它最大只能够输出到634x475 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输出 那大家用sheddy的 其实效果也非常好 那这两个都可以啦 那其他的就没有那么建议 所以它颜色可能就没那么好看 好 再来我们用realistic 这个好 那再来呢 我们输出档案呢 我们不要用ABI 我们用custom file 因为这样档案可以小一点 那我们一样到这个位置 到今天的位置 我们放命名也是可以随意的命名 那这边预设是ABI 那我们可以换成MOV 这个影片格式 它的档案会小一点 我们存档 好 它会需要反应一点点时间 那但是不会荡掉或炸掉 我们之前已经有存档了 就会比较安心一点 好 那会跳出这个属性 压缩设定的这个对话 那我们就把这个品质 拉到最高就对了 拉到最佳 最佳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格力它抓1秒30个 这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这边按确定就可以了 好 那这边还没有输出 要按下create这个按钮 再播放一次 那一般同学们在学要用的话呢 就是影片的播放 大概是必须要用QuickTime的浏览器 才有办法去播放 好 好 那QuickTime播放器 那那个 那如果说是拖拉到AE里面看是就可以正常的去播放 好 基本上这样 那如果说使用那个Windows Media Player 是没有办法播放MOV档 那这一个是一个特殊的播放器 这样子 它是可以兼容这些档案格式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进行到AE里头去 去做这个转档 好 那我们打开AE这个软体 它叫Adobe After Effects 那这边不用管它就是按OK了 就是 这个是它可以问你要不要每一次显示这个对话框 那我觉得是不 它要显示没关系吧 我有空我再来读 那按OK 好 那我们把它缩小一点 好 缩小到是比较好操作的一个 就是我方便录影的一个画面了 好 接下来呢 把我们刚刚在资料夹里头的MOV档 拖拉到Project里面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再拖拉到这里 好 那上一堂课没有听的同学呢 可以来这里 上一堂课没有来的同学 可以看到这里 好 这个 叫Composition 好 我们刚刚把MOV档拖拉下来之后 就是产生一个Composition 好 那MOV档旁边也写的是QuickTime 就是QuickTime的这个档案 他是用QuickTime播放的 那Composition 这个就是我们用来编辑影片的 这个一个档案 那相当于是什么 就是Photoshop的这个PSD档 大概这个概念 因为这里堆叠很多的图层 好 当我们进到Composition 就是你选到Composition里头的任何一个东西 你就是在Composition里面了 那我们呢 可以把它转换出一个影片 它叫Render这个 好 那我们换解键是Composition 加上M 好 那这里呢 我们去选择我们存档的类型 好 选择存档的类型 那预设值是5.166 这没有问题 大致上 大家的预设值差不多是这样 那大概品质都不会太差 OK 好 那我们没有要 没有要做声音的输出 所以我们就不勾选这里 好 这边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按下OK 好 这样子呢 好 就可以了 好 那这里呢 是我们存档的位置 好 我这边 把它放到 今天的日期 好 这样子 按下Render 好 这样子呢 影片的转档完成 那我们来看看 输出的影片 在这里 它就是一个MP4的答案 好 那怎么样确定呢 好 来 我们按滑鼠右键 用Window Media Player 来播放看看 好 这确定就是一个MP4的答案 它可以直接使用Window Media Player来播放 那如果说是MOV的答案呢 我们用这个 Window Media Player来播放的话 它会出现的是无法 好 不支援该档案类型 好 所以说我们要的是这一个 好 我看一下啊 这是MP4的档案 好 好 那交作业的情况呢 我们就把它这边重新的做命名了 就 好 那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命名 好 我们作业里头需要有的是Bipe档 Max档跟MP4档 好 就这三个是我们的作业 好 那就今天的教学就录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